小伙伴们 我决定告诉你们一个秘密 就是我对玉儿的心思你们也懂吧 哎 前几次我对玉儿的表白都失败了 这让我的心里很难受啊 正所谓男儿哭吧不是罪 为了爱情不怕累 无论如何我也要表白成功呀 但是作为一个游戏主播呢 不能用传统的表白方式 要不然怎么能配得上我游戏高玩的称号呢 这波欢乐派对的新郎模式上线了 你们可以理解为新郎就是联盟者 新娘就是守卫者 那新郎挠新娘的门是为了啥 当然是结婚呀 如果我们挠破玉儿的大门 那岂不是 你爱悲心不离 必信你力的热情 找一颗心只为了你 行 你把我叫过来就叫要干啥 当然是玩游戏呀 玉儿你当新娘 我当新郎 咱们对抗一波 天 谁怕谁呀 来呀 小伙伴们 为了这次游戏的胜利 我必须选一个帅气的角色才行 就 就他 我是你猪二叔 哎呦 这叫一眼万眠 绝对看一眼 这辈子都忘不了的 那进入游戏之前呢 小伙伴们千万不要忘了给我点赞支持一波哦 这次表白能不能成功 就靠你们的了 g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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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现在进入游戏了啊 大家赶紧跑 一会我老猪就要来找你们了 哎呦 玉儿这么快就开始发育了 时间就是金钱 极美们 听我指挥 一起对付灰猪猪 不叫我灰哥哥就算了 居然叫我灰猪猪 好好好 放不把你们全都给淘汰了 玉儿还在上面发育呢 他作为女主角必须活到最后呀 先找别人动手吧 嘿 就你了啊 小姐姐 你干嘛 你干嘛 你找我单枪 哦 我去 小姐姐你的声音 好雄壮呀 真的是不尊重人家 不能乱说话的 呃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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居然还派两个葫芦娃来对付我 哼 那就让你看看 什么叫爷爷打孙子 全部拿下 来让我看看 第二个受害者是谁 呃 玉儿啊 你这个集美长得十分有特点嘛 你懂什么 这个叫貌美如花 这什么跟什么呀 只因为多看了他一眼 害得我晚上少干了三大碗饭 我美不美 啊 美美美 我都不敢正眼面对你 赶紧淘汰一把泥 哎呀 太辣眼睛了 还是咱的玉儿长得顺眼呀 不过玉儿的防御十分完善 只能再去找别人了 上面那个房间 居然一个防御措施都没有 这绝对是白给呀 好家伙 你这小小葫芦娃还想防住我 让你看看 什么叫葫芦娃救爷爷 一个一个送 爷爷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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孩子们 哎 又淘汰一个 轻轻松松呀 现在就剩两个玩家了 必须先把他淘汰掉 不过他的防御明显好了很多呀 你看 帅弟弟都出来了 我怎么看着他有点眼熟呢 就是那个 管你打不打篮球 今天必须把你带走 呀哈 帅弟弟果然不一般呀 差点给我带走 行 今天就让你知道一下 我灰猪猪是不会轻言放弃的 你干嘛 OK 所有人都被淘汰了 玉儿就剩你了哟 其实啊玉儿 我想对你说 别吹坏了 灰猪猪 看我的厉害吧 喂 哎 我不是这个意思呀 这玉儿也太认真了吧 看来必须打败他才行 呃 我去 这位大姐也有点眼熟啊 弟弟这都是给你准备的 既然这样 那我也要认真咯 毕竟今天我是新郎 说什么也要挠破新娘的门 你飞了 嘿嘿 玉儿 我其实已经到你身边了 我这个新郎 可是挠门成功了哟 哎 好吧 这局是你赢了 玉儿 这游戏我都赢了 我的心思 你明白吧 啥 辉哥 哦 我懂了 你是想让我嫁给一头猪 辉哥 你也太坏了吧 好歹 我也是游戏一只花 怎么能让猪过了呢 不行啊 绝对不行 我走了 拜拜 啊 不是 哎呀 玩肚子了 又让玉儿误会了 你说我游戏开局 选什么猪呢 还一眼万年 这最后成了 一眼玩完了 哎 我表个牌 怎么就这么难呀